强 遇到逆光 该怎么拍 其实拍照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你在对焦的时候 可能逆光的情况叫你很能对上焦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拿一只手 来挡住一下光线对上焦 然后虚弯快门 等把手拿开的时候再按下去 这样就可以拍出一张好看的逆光照片 我拿手来挡一下 3 2 3 那你可以拉着篮杆稍微俏皮一点 开心一点 好看 你可以倒坐在这 把腿从中间的分里都插出来 你还够细 爬到下面 好看 闭一下眼睛看我 我刚才说的是闭一下眼睛看我 闭一下眼睛看我 黑张侧脸 拍逆光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窍门 就是剪影 然后我刚才看我们后面有一高地 后面正好就映出了我们这里最好看的马特洪峰 这样我们就可以拍一张 你跟马特洪峰的一张剪影刀 3 2 1 左手可以稍微往头上放一点 好可以可以可以 有了 在本次旅拍教程的最后 当然是在瑞西的雪地里撒点野啦 我们现在来到了财尔马特非常有名的滑雪场 今天就在这里教大家无论你会不会滑雪 都可以拍出的一张又酷又有趣又好看的滑雪照 首先我们现在需要让一博板一个特别好看的固定的一个姿势在这里 第二点我们就要找我们的好朋友来帮忙 有请我们的好朋友 走你们来两个人就可以了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冲走我的镜头就这样 走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相机的快速连拍 哇这样不行 有了有了 雪地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桑方板 可以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特别的红润的骨头 拍一张小童跟我们的 瑞士国防圣伯纳全非会做的照片 来酷一点 跟他往相反的方向看 好看哦 你抱着他的头 看到没有 好 好的 他把他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跟好朋友们出来玩 一定要给好朋友拍两张比较有意思的 可以 你们俩就做一样的姿势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朝这边 跑 你们俩在一起跳一下 来 3 2 1 跳 我们现在再拍一张比较搞怪一点的 先来一个抓脖子的 来 3 2 1 走 来 再来一个冲击波了 好 可以 好看 背影 你俩一起回头 来 好看哦 因为这里的阳光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好朋友 帮我们喷点水 产生一个比较雾化的一个效果 3 2 1 喷 哇 喷我一脸 好了 可以了 好 我们的教程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 记得找一个像我一样的男朋友 王艺博 王艺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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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